英国将在明天举行大选 这场大选不仅攸关英国脱欧 而对英国和美国的盟友关系 以及英国政府未来对香港问题的立场 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谁又会是这次大选的赢家 我们现在就电话连线 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 静玲你好 孟茸你好 是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是英国近百年来首次在冬季举行大选 那么本次的选举为什么如此重要 目前看来谁会胜选呢 是的 包容 12月12日的大选呢 是英国从1923年来 一次在冬季举行大选 而出城这次罕见的 严谈节前的大选的评因呢 则在于过去三年半来 让英国陷入政治僵局的脱欧问题 所以选举的结果呢 将关系到英国脱欧的前景 那么保守党的首相约翰逊政府 如果取得优势席位的话呢 将加速英国的脱欧 并且有可能是印脱欧 反之英国则可能会就脱欧举行第二次公投 而这场选举结果 有关了英国国家前途 对英国选民呢 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最重要 或者有人说 这是本世代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大选 而选前的最新民调显示 保守党领先最大在野工党 大概是10个百分点 但是包容这当中又有3个百分点 是摇摆足 所以保守党领先的优势到目前为止 我们不能说是全部胜算在握 而他即使赢了 关键仍然在于能否在国会取得 可以通过脱欧协议的多数席位 而这也将是明天这次大选开票的焦点 包容 是 那我们知道呢 这次的大选 对于英美关系 以及英国未来 在对香港问题的立场上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好的包容 在英美关系上 美国的总统特朗普 在英国大选前 到伦敦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的时候 他已经说了 他说无论唐宁街10号 接下来的主人会是谁 他都可以和任何人合作 但是大家也听到了特朗普总统表明 自己是支持英国脱欧的 他并且在此之前曾经暗示过 会给在英国脱欧之后 与英国达成一个很棒的贸易协议 而英国当然是明白 这并不是没有交换条件的 这其中就包括了英国的国报 那就是国家健保系统的私有化 以及未来在这个5G网络建设 还有华为这等等的议题上面 不过基本上包容 如果是保守党政府执政的话 英国在这个跨大西洋关系上 将会倾向跟美国维系密切的合作 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而且呢有可能强化 至于说在香港问题上 而这次大选有关给予这个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香港市民居留权呢 是首次出现在这个 第二大在野自民党的党纲当中 显示出随着香港抗争的持续呢 香港已经是英国国内 关注的一个议题 所以这次大选 无论最后是任何政党出身 那么要求这个北京 恪守中英联合声明 还有就是落实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声浪和力度 预料在英国这里都会被迫升高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静灵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感谢静灵从伦敦发来的报道